HELLO 大家好,我是马神 今集同学讲一下最终的画想7里面 电章放电的获得方法 首先,我们完成加拉斯兰地区的所有支线任务 就会解释所有隐藏任务,要求他讨伐太古易龙 完成隐藏任务后,就会获得这条疾风领巾 接着战斗模擬器就会多了一栏生态分析,雷光闪射 其中一项条件就要求我们洞察16次加拉斯兰地区周边的敌人 应对方法也很简单,只要我们使用洞察去进行 加拉斯兰地区和珠洛的土佛分析和地区分析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在限时之内通关雷光闪射 就会获得电章放电的技能 之后我们就可以先安装敌方招式魔精射 记住大家可以先把电章放电登陆这个快捷键 就可以方便大家战斗过程使用了 今集就到这里为止,希望获得大家 我是马神,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在这边拜拜